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经 今天咱们先从一个悬疑推理故事开始 如果我说《列安尼德·尼古拉耶夫》这个名字 咱们有听说过的吗 那我估计基本没人听说过 很陌生 如果我说另外一个和他相关联的名字 基洛夫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说过 应该也很少 但是我要说出第三个名字 和这两个人都有密切关联 这个名字您一定听说过 那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还有一件事情是跟这三个人都有密切关系 大家也一定听说过 那就是苏联大清洗 咱们先从最陌生的这个《列安尼德·尼古拉耶夫》说起 这位老兄是1904年 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幼年比较不幸 父亲很早过世了 他常年是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 21岁的时候结婚 挺早婚的 18岁就加入了联共 就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成了体制里的一员 他的人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俄罗斯大地上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 1933年30岁都不到的尼古拉耶夫被调到了圣彼得堡党史研究所 那个时候圣彼得堡已经改名叫列宁格勒了 他做了流动党史宣传员 这份工作就相当于是去厂矿企业学校办黑板报做党史讲座就干这个活 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机器里的工作人员 直到这个时刻他还是默默无闻的体制内的底层人员 但是大家别急啊 他很快就要出名了 就要和一幕历史大戏关联上了 尼古拉耶夫被调到党史研究所不久 这个锁里就接到了上级命令 要调一批党员去支援铁路部门的党舰 那锁里就看尼古拉耶夫来的时间不长 这种差事就你去吧 你不是老员工就你去 就准备把他调走 但是尼古拉耶夫就不干了 他说我身体不好 家里孩子也小 铁路部门不适合我工作 在铁路部门上班 今天在这里 明天就在千里之外了 这个不适合我照顾家庭 于是他就和锁领导吵起来了 那个研究所的领导一看 你小子来劲是吧 好就给你双开了 就把这个小伙子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但是不知道后来是得到了同事的求情 还是有更上级的关照 锁领导又改变了心计 给他恢复了党籍 就调他去工厂上班了 也没去铁路部门 看起来还是对他不错 但是尼古拉耶夫还是觉得很憋气 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一个机关干部 怎么就下放去了工厂呢 他就开始天天写信 给各级领导申诉 给上级领导写了得不到回复 再给更高级的领导写 就这么过了一年一直没得到回音 这是前苏联档案里写的 事实故事是不是这样 咱们后面再说 他其实有很多悬疑的 那过了一年时间到了1934年的12月1号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久怀愤懑的尼古拉耶夫 就干了一票大的 这一天呢 列宁格勒州的州委书记基洛夫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名字 按照他的习惯 正准备进入办公室 可是这个尼古拉耶夫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非常清楚基洛夫的活动路线和习惯 当基洛夫经过的时候呢 尼古拉耶夫正好出现在办公室三楼的楼梯上 他就从后面朝基洛夫的脑袋 开了一枪 用一把左轮手枪 那这位列宁格勒州的党委书记 当场就死亡了 而这位体制内访民尼古拉耶夫 也是被保安当场抓获 而基洛夫这个人呢 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微妙 根据斯大林贴身警卫后来回忆啊 他俩关系很好 曾经常谈到深夜 斯大林呢把床让给基洛夫 自己去睡沙发 关系就铁到这种程度 但是呢 从1933年到1934年 基洛夫和斯大林的关系 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触犯了斯大林的忌讳 就是1934年 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呢 基洛夫表现很好 得到了最少的反对票 只有三张 可是当时还是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 却得到了最多的反对票 292张 因为那次投票是党代表的无记名投票 所以有那么多人敢投反对票 若干年以后披露啊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斯大林的亲信叫做卡钢诺维奇耍了个花招 把代表们的选票全都烧掉了 然后就直接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 他们两人并列 都是只得到了最少的三张反对票 都入选了中央委员会 就那以后啊 这个斯大林就对基洛夫起了一些提防 他是想把基洛夫留在莫斯科工作 相当于放在眼皮子底下 便于监视看管 但是呢 基洛夫拒绝了 自愿留在列宁格勒州 而当他被刺的时候呢 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是很高的啊 是排第八名 由于这个基洛夫之死 让斯大林得到了大作文章的好题材 他是在莫斯科为基洛夫举办风光大葬 把他当作一个被国家仇敌谋杀的烈士 然后就开始挖掘所谓的幕后黑手了 这一挖下去就不可收拾了 这个老一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什么纪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都成了这个恐怖刺杀集团的幕后主使 被判处了死刑 那个著名的托洛斯基 流亡国外 1940年在墨西哥被克格勃特攻暗杀 一挖下去这个幕后黑手越挖越多 阶级敌人也是越挖越多 就酿成了从1934年到1938年的苏联大清洗 所以这三个名字和苏联大清洗 就是这么关联上的 估计呢那个1934年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时候 投了斯大林反对票的那292个党代表都被清洗掉了 因为是吴济明投票嘛 咱们不知道投票的是谁 所以准确的说呢 应该是凡是斯大林觉得可能投了他反对票的人都被清洗掉了 可是要知道这么一起惊天大案呢 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 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尼古拉耶夫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而且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他为什么踩点就如此准确 干净利落的执行了行刺的行动呢 其实这个案子疑点一直非常的多 直到苏联末期都还在受到调查呢 这其实是历史中一个常见的讽刺 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暴 一个导致了无数人命运悲剧性改变的历史事件 你看它的起因呢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是有无数疑点的那么一个悬案 关于这个基洛夫遇刺案到底是怎么个过程 现在存在着几个不同版本的解释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 那我这里比较倾向于接受的解释是 斯大林在幕后操纵一切 他一石数鸟 即利用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干掉了他潜在的挑战者基洛夫 同时呢又以这个案子出发 为基洛夫抓凶手复仇为名 去清扫了一大批反对他的人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从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借由悬案搞运动 这样的人呢他是有个特长的 就是他非常善于操纵群众心理 你看基洛夫他在党内外其实有很好的声望 斯大林为他风光大赞 是给自己加了分 同时呢把基洛夫描绘成一个烈士 激起了基层党员和民众对仇敌的愤慨之心 这个时候斯大林说 我们得深拔敌人啊得给烈士报仇啊 得给人民一个交代啊得给历史一个公道 你看他要这么说肯定没人说不对是吧 有怀疑的人呢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 也不敢吱声 等这个大清洗大逮捕的恐怖降临以后啊 那就更加没有人敢说话了 到了后来呢那个尼古拉耶夫到底是谁 其实反而不重要了 他有什么疑点反而没人想得起来了 咱们设想一下啊 如果在1934年就是刚刚这个苏联开党代会 有292个党代表投他反对票以后 斯大林说不行啊 你们不能投我的反对票 我得来个大清洗 那肯定开展不了嘛 所有人都会说你斯大林不是违反党章吗 搞打击报复 这哪里是布尔什维克人的作风呢 他肯定开展不下去 可是他要说我们俄罗斯人民的好儿子 基洛夫同志被敌人暗算了 我们要挖出阴谋分子 他要打着这么一个旗号 再往后残酷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也没啥说的啊 因为他有一个很光辉的起因 所以说呢群众心理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有规律的 掌握一定技术以后是可以操纵的 非常恶劣的事情 如果你给他安上一个非常光辉的起因 他都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光辉的理由 在斯大林那里呢就是 俄罗斯人民的好儿女基洛夫同志 换个地方换个时代呢 那可能就是维护什么民主啊 法治啊这一类的啊 好 故事讲完了 咱们说一说时事 1月6号冲击国会那个事情以后 美国的左派媒体和各界精英 一致谴责川普总统煽动暴力 那民主党呢也是借机发起了 对于川普的第二波弹劾 现在 终于有那么一些不一样的线索浮出水面了 星期四 司法部的文件证实 一个叫做苏利文的犹他州男子是1月6号那天闯入了国会 这个事情呢已经被FBI查实了 这个苏利文呢也是被逮捕了 可是要知道这个苏利文他并不是什么铁杆川粉 恰恰相反 他是一个黑命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苏利文是跟CNN解释 他为啥那天进入国会呢 他只是想用手机记录下现场发生的一切 他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 我就是一看热闹的吃瓜群众骚乱啥的 跟我没关系 但是他被捕当然不是因为当了吃瓜群众 而是有这个视频显示 他参与砸碎国会的玻璃 在现场呢还煽动别人 说我们要烧了这栋房子啊什么的 这条消息呢已经不是文昭在这里传播谣言了 已经是一个实锤的消息 那么请问川粉会同时参加黑命贵运动吗 按常理推断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这两个运动让美国再度伟大运动和黑命贵运动的思想是抵触的吗 那请问黑命贵运动参与者会来支持川普吗 同样也应该不会 那请问苏利文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国会的现场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就是去挑起事端和煽动的破坏川普的集会 那咱们进一步问 这个事是他个人自发的行动呢 还是说有一套整体的安排在背后操纵呢 那我想大家凭着生活经验和咱们前面讲的历史故事 不妨也悬疑推理一番猜测一下 其实即便有这样的线索显露出来 尽管在咱们中文圈 华人观众我相信凭自己的社会阅历 多数都知道这个推理往哪个方向去 但是1月6号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那个环境里面 仍然是谴责川普暴力 还是占绝对主流的 哪怕这个线索出现 那仍然是大部分人在谴责川普 这个劲头一两天是扭转不过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保守派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请问他们能做什么 最需要做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最需要做的就是 当有人说要以国会事件为由 利用人们的那个政治正确情绪 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保守派得能够挡得住 也就是说任何人拿1月6号说事 说我们的民主受到了威胁 我们要干这个干那个的时候 保守派的人都要大声说出来 你要采取这些措施可以 但是得经过充分的听证 得先干这个 都得等这个事情的司法调查结束以后 每一个重要的个案都有了结论以后 再说后面的事儿 只有大声说出这个观点 才能阻止像苏联大清洗德国的国会纵火案那样 绑架社会情绪 操纵群众心理一步步去实施暴政的悲剧啊 在这个时代发生在美国 其实呢我这里讲这番话也不光是讲给咱们华人听众听的啊 也有别的播主和我联系过 他们会从我的文稿当中呢 去把一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 放到他们的英文节目里去 这个做法呢我是同意的 我在这里呢主要是讲中文嘛 我的观众也主要是中文观众 我要去讲英文呢 不会有什么人看 但是变成英文播主自己的内容以后才有受众 这个做法我是认可的 这两天德州又再出骑兵 是起诉了一个拿钱去收割选票的女性 这个人呢是一个人 他自称了就领了7000人投票 今天德州的总检察长 Packson的办公室也 要求脸书、推特、苹果、亚马逊和谷歌 这几大科技巨头 提供他们的内部文件 就是你们去查保守派的言论 还要去封杀parler啊 你们公司内部是怎么讨论的 得把这个内部文件拿出来 这其实呢是在为司法行动做进一步的准备 这些事情呢它是不太会带来1月20号以前的翻盘 但是会为之后长期的反击做铺垫 要知道川普上台 民主党是拿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通俄门 都搞了它三年 那拜登坐进白宫估计就更加安生不了了 关键是川普的通俄没啥实锤 所以三年都查不出凭证 他应该算是美国最干净的官员了 那拜登呢是烂事太多 他这方面的压力啊 可比川普大多了 所以从长远的斗争来讲呢 我觉得啊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还真的不用太绝望 我昨天呢在会员网站上谈的是 罗马共和国默契的动荡 联系当今美国的实际 有会员网友给我留言 就谈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啊 都只有微弱的优势 它推动不了太激进的政策 比如大尺度的限制枪支 因为这也会造成民主党内部 自己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分裂 有些民主党议员呢 是从红州选区选出来的 他也担心自己刚选上来 如果冲得太急 明年十月份的中期选举又被选下去了 这个分析呢应该说是了解美国政治的朋友的老成之见 也挺有道理的 只是我觉得和当前的气氛稍稍有点出入啊 我觉得比较短期内大家就是支持川普的朋友们的希望 和担心的事情都会出现 希望的事情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德州的反击 为以后拉下拜登做铺垫 担心的事情呢是民主党这边的更激进的进攻 民主党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怎么知道呢 它是这个劲头 你说佩洛西 他不知道彭斯不太可能动用那个宪法第25修正案 去逼川普交权吗 但是呢他觉得彭斯既然没有按照川普的意愿 去点算各州的选举人票 那么他是在压力下退了一步 那我这边再加点压力 他就有可能再退一步啊 所以他又是打电话长聊 又是众议院通过决议去逼彭斯妥协 同样 你说拜登和贺锦丽都施压参议院 想迫使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去考虑二度弹劾 他们难道不知道可能性并不大吗 但是他们既然觉得麦康奈尔既然妥协了一次 对吧 认可了那个选举人票 压力再大一点 他就有可能再次妥协啊 所以可能性不大 他们仍然也要去做 所以近期呢他就会按照这种思路行事 对他们来讲 如果反弹太大的话 那我退回来就行了 可是万一我加一把劲啊 对方一松懈我就过关了呢 不是怎么知道呢 这是当前民主党的思想 所以说呢这个保守派阵营这边的反击会出现 民主党呢沿着这条思路走一段还是会发生的 现在他们是有这个所谓川普煽动暴力破坏民主 这么一个由头是认为自己正得势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呢还是会有一段艰难时光的 传统派的人们关键呢是自己要明白 这一次失利在什么地方 相对于左派长期搞街头运动赋予斗争组织经验来说 传统派的民众真的是老实芭蕉 甚至一盘散沙 到了这个出现意外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 同时呢 传统派的人们也要知道善于权术斗争的左派 他操纵民众心里的那个套路和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一开头 谈尼古拉耶夫基洛夫和斯大林故事的原因 总之呢 我觉得支持川普的朋友们不用过于灰心绝望 也不用急躁 真相呢慢慢会显现 历史总是这么起起伏伏 急躁呢 反而是容易被对手利用的弱点 稳健是成功的关键 左派现在的策略就是绑架民众的情绪 而情绪他总会消退的 而传统派的人们呢 要做的就是避免被情绪所带动 面对美国发生的剧烈动荡 咱们再说一下习近平 习近平是不是该觉得舒坦了呢 一块心里头大石头落地了 川普终于要走人了呢 其实啊 习近平的心情我认为远比我们表面看的要复杂 当然川普走了他应该是笑的 至少不会有人再和他打贸易仗了 但是川普在临走之前对中共施加了一系列打击 又拉长了那个制裁和军方有关的中国企业的名单 把什么中海油啊 小米集团啊 中国航空集团 中国商用航空公司 全都包括进去了 美国的投资人不得再投资这些企业 三大电信运营商呢 现在看来还是要在美国退市 所以川普走人对习近平来讲 是这么一个客观效果 就是川普会把未来一年做的事情 在一个星期全都干完 所有这些禁令 你说换了拜登上来能不能解除 关税能不能取消 我认为拜登是会的 只不过呢是需要一件事一件事的来做 中共这边呢也要让出一些利益 给拜登台阶下嘛 就算你们俩关系好啊 也得给人拜登台阶下 政治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 今年又是中国企业长债的高峰期 我查了一下仅仅中国的房地产企业 今年的到期债务就是创纪录的 1.2万亿元人民币 现在习近平最大的麻烦呢 是疫情又起来了 你像石家庄多个地方又封闭式管理了 很多地方呢又进入了那种防疫的战备状态 今年上半年各主要国家经济下滑 那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疑问 川普要是留任的话呢 他把卡脖子的事情 让中国企业很难从美国获得资金这些事情慢慢来做 那中共面对困境呢 它还有点周旋时间 可是川普不是要走人吗 那就一个星期把一年的活全都干了 其实是给中共加重了负担 资金链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它就是个寸劲 就是一环断了 那你整个资金链就断了 什么失业啊倒闭啊就全都起来了 所以川普走人习近平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这真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起码短期内习近平的压力是提升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 明天星期六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是金风唐先生带来的节目 谈这一轮美国科技巨头封杀川普 这些大公司背后真正的动机考量 是分析这个话题 YouTube上咱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谢谢大家